高雄荣民总医院和台湾医疗观光发展协会 今天签订MOU 希望吸引更多海外人士来高雄荣总 感受高端专业的医疗服务 边境开放加上疫情趋缓 看好台湾观光医疗产业资源跟发展 2023年1月18号下午 高雄荣民总医院 特别跟台湾观光医疗发展协会 在医院六楼会议室签订合作备忘录MOU 透过高雄荣总专业的医疗整合照护 结合台湾观光医疗发展协会的海内外资源 吸引更多的国内外人士 前来感受南台湾优质的医疗照护 高雄荣民总医院是一个设备人员 都非常齐全的医学中心 所以又位于我们的南台湾 那我们在做南向政策 有关越南或者是马来西亚 印尼等等 如果有来台湾观光医疗的病患 或者是人民 我们都可以透过高雄荣民总医院 这么优良的医疗品质来给他们最好的服务 协会理事长徐景奇也在签约仪式当中说 他是土生土长的高雄人 之前也曾经是高雄荣总的精神科医师 这一次很高兴能够跟高雄荣总结盟 尤其高荣在不运症方面的专业 在少子化严重的社会当中 越来越受到重视 所以这个月底 双方也将联手前往杜拜 参加阿拉伯医疗设备展 带动更多穆斯林族群的相关产业 是借助他们在有关行销的部分 或者是在跟国际一些国家 之间的一些接触 让我们能够把我们高雄荣总的医疗 这个能力能够让世界看得到 一路陪着这个生殖医学的成长 每一位都是资深之外 院方给予很大的支持 我们目前所有的仪器设备 都是最新最新颖的 绝对跟人上世界的潮流 甚至引领国内的潮流 那给出的怀疑率就是 国内顶尖的怀疑率 高雄荣总主秘黄鸿基表示 高荣在林耀祥院长的领导之下 从专业医疗服务 贴心照护到全方位体系 高荣已经成为南台湾最有智慧 健康快乐的医疗院所 这一次跟协会的合作 可以扩大医疗观光资源 造福更多的海内外病友 记者陈文旭 肖酉金 李佳金 高雄报道 高雄荣总账 月表达 感谢观看